今天慈祭45周年庆 慈祭人文职业中心将近百位同仁 早上参加志工早会 跟着社区慈祭人一起向上人发愿 要下大决心行大忏悔 精神十足的鼓声 慈祭人文职业中心法鼓队 在慈禁45周年的这天 透过法鼓庆吉祥献上祝福 非常的紧张啊 因为我们鼓队还没有在 就是大家面前真正表演过 心情紧张 让大家更是抓紧时间来练习 连手都磨破了 我的已经都长剪了 这边都是剪而已 这边都是剪 会不会痛 破的时候会啦 但是就是习惯就好了 手酸 脚累 大家都一样 但是坚定的心 让大家相互支持完成演出 还有刺激之工 是用着开计程车的空档来加入 刚刚从桃园机场赶过来的 直接赶快为上人祝福 献上真挚祝福 在此季45周年的这天 人文之夜更要立定决心 下大决心 行大忏悔 人文之夜 最为清流 大海新闻成为许英豪 台北报道